之前有朋友说农贸市场的物价不能算真实物价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澳洲主流超市的真实物价 先分享一下基础数据 澳洲2021年的人均 年收入中位数大约是6万澳元 最低工资每小时澳元20块3毛3 澳元对人民币汇率是1比4.7 澳洲的主流大超市大概就三家 一个是Wuworth Coast 还有Audi 质量单位一般为公斤 我们今天来到的超市是Wuworth 香蕉在18年左右应该是1块多一公斤 草莓几个月现在1块钱一盒 现在已经4块2 桃子很便宜 最扯的是生菜 我觉得疫情前生菜基本上是1块5一颗 现在要4块5一颗 芦笋2块钱一小把 又是一个价格浮动特别大的蔬菜 新兰花现在要8块9一公斤 如果说什么东西在中国很便宜 但是澳洲很贵 那很多人都会说生姜 现在生姜要50块一公斤 差不多是人民币250亿公斤 算是非常贵的 土豆现在4块钱 在疫情前大概就是2块多的样子 最近很多朋友说的 这个物价涨幅其实还是没有房价涨的高 目前悉尼房价的中位数已经是150万澳元 然后墨尔本大概是100万澳元 散装鸡腿3块多 鸡胸是9块一公斤 熟的虾20块一公斤 去皮的三文鱼是33块 这个我经常做午餐 这种特别适合懒人的肌肉串 是12串13块 烤一下就行 不过味道有点怪 打折的沙爹肌肉串 5块钱5串 这边还有打折的香肠 大家不要以为澳洲人不屑于买打折商品 每次这个打折标签刚贴出来的时候 这些澳洲人真的抢得比谁都充 大澳洲只有所谓的枣壁肌free range 和有机的肌肉规定不准备食抗生素 但是除此之外 大规模养殖的肉鸡都是含有抗生素的 我们来看一下贵点的肉 这个大超市的羊肉基本上是20到40亿公斤 这种踢骨牛排30亿公斤 猪肋排也是20亿公斤 好像澳洲人比较少吃猪肉 五花肉18亿公斤 来看一下这边的甜点区 这种奶油甜甜圈还不错 一盒6个只要3块钱 它的奶油用的是新鲜动物奶油 所以味道还可以 通货膨胀确实是润物细无声 像以前这种很便宜的白土四角九毛九 现在也要1块7一条 牛奶一般是2块多到3块多两升 A2的要贵一些 咖啡一般都是长期打着 趁半价的时候来买比较划算 有意思的是奶茶在澳洲里越来越流行 像超市里也卖这种冲泡式的奶茶 三包7块钱 但是听说很难喝 午餐肉在疫情期间可以说是硬通货 在疫情前其实经常看到span打半折 但是疫情后基本上就再也没有看过它打过五折 普通的菜籽油是四升三十二刀 这个也经常拌架 这边的东西就有意思了 现在随着澳洲的华人越来越多 大超市里面也开辟了亚洲专区 看到这边有老抽生抽 还有挂面 神奇的是现在Woovors里面也可以买到豆豉鲤鱼 还有梅林午餐肉 以前买这种亚洲杂货一般都要去亚洲超市 现在澳洲的主流超市里面也可以买到 如果说澳洲超市有什么东西比较便宜的话 那肯定就是巧克力糖果之类的 不仅便宜而且经常打折 出于健康考虑还是少吃一点比较好 今天随便买了点卫生巾清洁用品 豆子还有毛巾饮料 甜甜圈之类的 总共花了澳元36块 目前澳洲大超市的物价就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跟你们生活的城市比起来 这个价格如何呢